主席,其實那個錯誤不是很小,我看你給我們那些材料成錯數, 但我覺得其實問題不是純粹是統計處的錯, 因為那些企業都當統計處是傻的,想給那些數你們自己回去成, 我是一個香港人,我住在公屋居民,房屋處叫我報那些為你多少錢收入, 是要報的,報得不好要加租,報得遲些要趕走, 一個城市的資本家當政府機械傻的,因為統計處是清水衙門, 這麽重要的學術,涉及到學術誠信的部門,被人這樣耍? 如果你是立法的,譬如說93年可以做, 你有相應的立法,或者為了計算現在的可監機制, 如果他有實務守則,有consequence 可以這樣做嗎? 拘捕他,罰他錢, 你根本現在反映到什麽呢? 普通人,就苦於各個機構自己定的mean test, 你嘗試我內阻中援,那些人講究少少少,可不可以? 你根本這個城市是什麽城市? 窮人,就被人在那裏,用那些面子,齊敢鞭策, 不斷打,去社署那裏尊嚴船務, 有錢人需要和政府合作嗎? 統計署不是一個執法部門, 你不可以拘捕他,不可以拘捕他, 又不可以罰他錢, 有沒有統計法呢? 你根本這個香港, 只是這件事已經表現了腐敗, 我又看到那些公司, 證出多門, 其實說來說去, 就是不停壓榨員工, 才弄成一個醜聞, 很少地方是這樣計算的, 因為你上班有天, 你坐車有這樣, 這個根本是, 是壓制壓榨員工的手段, 現在才禍言到這裏, 其實在外國不是這樣, 月薪是多少? 我覺得這件事, 我又不會罵統計署, 我覺得你們是清水衙門, 有什麽好搞? 是嗎? 人家就不需要搜他們的規限, 實無守則, 如果你有的, 就問他, 不行啊, 這樣報, 不好意思啊! 如果我們是要統計準, 這個, 有公權力的機構, 是沒有權威的, 那說什麽? 他說什麽? 他說什麽? 我說什麽? 我一生人都和政府, 和他這些事, 因為我是窮人, 報到頭都暈了, 因為政府給他福利, 是施捨給那些人, 所以就要他報, 那現在, 大部份報公司那些, 都是什麽來的? 我想是僱主, 統計署長是不是僱主? 那就是罰那班人, 可以這樣對你們嗎? 可以這樣對大眾嗎? 叫你道歉, 叫他們道歉, 快點寫好一些統計法, 資訊法他, 我在這裏, 我真的很生氣, 我一生人都經常被他們這樣說, 這裏未填好, 那裏未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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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事真是恥, 資本家都不肯報, 為社會做好些事, 就證出多門, 去剝削工人才搞成這樣, 所以我沒有興趣罵你們, 我罵你們對上的政府, 你們搞錯, 當你們是傻的, 為何用筆來運算搞成這樣? 那裏未填好給你們, 有責任, 而且這個是機制來的, 最低工資, 就是影響幾百萬工人, 這個, 計算車票, 又是影響窮人的, 怎麽做得不好的? 我覺得, 我就不難接受了, 我不是說不難接受你們, 因為人錯是很正常的, 那你當然道歉了, 我覺得那些給資料理的人應該大罵, 主席 主席